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买不到心仪的显卡 又是缺货又是挖矿 显卡的价格已经上天了 所以我上期节目里甚至已经建议你们有些同学可以把手上的新显卡卖了 尤其是一些算力高的型号 像RX580、5700XT这些卡的价格已经完全和游戏性能脱节了 它们是涨得最凶的一批卡 也是我最建议卖掉的几个显卡 那么有个同学就要问了 我把我的显卡卖了之后我用什么呢? 上期节目里我已经给大家提了很多的意见了 像笔记本也好 游戏机也好 现阶段都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有些同学也不想浪费台式机里的其他硬件 台式机也想继续用 机器里有和弦的可能还好 要是没有和弦的话 我把显卡卖了机器就只能扔一边吃灰了 这也不太合适 除非你把整台机器都卖了 否则至少得有一个亮机卡能让你正常用起来的电脑 包括还有一些同学是什么情况呢? 它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本来它什么都配好了 就差一个显卡 结果它显卡越卖越贵越等越买不起 那这个时候拿亮机卡过度就成了一个很无奈的选择 可是新显卡的评测很容易找到 但是老显卡的评测 尤其是一些中低端的卡的评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能 我觉得很多同学是不了解的 这就有了做本期视频的初衷 到底老显卡、亮机卡、二手显卡怎么选择比较好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话题 其实要我说哪怕是亮机卡 现阶段也并不值得购买 因为这次涨价没有什么显卡是能幸免的 连1030这种毫不相干的卡都涨了一大截了 但没办法 很多人就是离不开显卡 至少选二手老卡怎么着也比新卡更合适一点 所以我这次就搞来了各种各样的二手显卡 从300多到2000多块钱 各个价位段都有 很多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型号了 我们把所有这些家伙通通给测了一遍 让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 你玩的游戏至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卡才能带的动 而且我们不仅测了性能 还测了它们的超频能力 毕竟有些老显卡是特别能超频的 超完频能不能打过新卡 这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包括还有什么呢? 收老卡是不是还会担心这个卡容易坏? 故障率高不高? 对吧? 毕竟老显卡基本上都没有保修了嘛 说到要是坏就很亏嘛 所以也评估了一下这些老卡的可靠程度 供大家参考啊 那么一上来我就把最最重要的一张表格放给大家了 这个表格里总结了所有这些显卡的二手价格 超频能力和可靠程度 很轻松就能看出这些显卡的性价比了 这期视频的精华就是这张表格了 那我给你们解读一下 首先我建议大家要买量级卡 就把预算限制在1000元以下 因为1000元以上是没有什么值得买的卡的 你可以看到哪怕这个表格里 我也只收入了两张1000元以上的卡 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1000元卡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根本就不值得推荐 所以我压根就没选进来 就算这两张收录的显卡 1650 Super和R9 Nano 其实你看性能也没有比千元级的要强多少 除非是你玩某一些图灵优化的特别好的游戏 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 或者你要想买一个安全点的准新卡 那你可以考虑1650 Super 毕竟它是个新卡嘛 否则我就只建议你所预算了 1000以下啊 那么800到1000块钱的这些高端显卡里面 如果要论性价比的话 最划算的就是R9 290了 R9 290这张卡呢 默认性能就可以接近1060 3G了 超完屏潜力还可以更大一些 然而我非常非常不推荐买R9 290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卡是近年来故障率最高的一张旗舰卡 包括同核心的290、290X、390、390X 这些卡基本上我用过的就没有不坏了 所以就不太推荐尝试了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年290的这颗核心 默频就能跑到95度 然后媒体去问AMD为什么要跑95度 AMD回复说就是这么设计的 要习惯95度的显卡 对吧 这个很扯淡啊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果然这一代卡问题是最多的 那么在千元的价位上 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其实是1060 3G 这个卡二手现在卖1000块钱 性能要强于同价位的970和780Ti 性价比还不错 最重要的是1060这张卡不容易坏 它好歹是一个比较低功耗的甜品核心 并且10系卡也还不算太老 比起7系和9系的老卡来说 绝对是更靠谱一点的 3G显存有些同学会担心它够不够用 那么其实在1080P下 以它这个核心的性能 我觉得3G显存也够用 你要跑什么高画者的2077 这卡本来也带不动啊 对吧 但是满足1080P下的各种竞技游戏 那么1063绝对是够了 待会我们测了性能你就知道了 接下来在500到600这个价位上 表现最突出的是R9 380或者285 但和前面的290不一样 这张A卡倒是挺值得推荐的 因为它不存在功耗和发热的问题 这个卡用的是一个汤家核心 但当年算是一个节能的新架构了 故障率上讲是要比290和280这些旗舰核心更低的 那我们买二手老卡肯定优先要看风险 风险甚至是要比性能更重要的 那基于这个原因除了380之外 还有一个更值得普通玩家考虑的卡 是GTX960 960这张卡虽然性能稍稍不及380 但是它论安全程度是绝对比380还要安全的 因为380好歹还有可能是矿卡 960它是绝对不可能挖过矿的 并且这张卡的功耗也不高 我觉得是很适合图个放心的普通玩家的 再往下到了三四百的价位段 这里就真的都是亮机卡了 那在这个价位表现最好的居然是RX550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其实如果光润握屏性能RX550并不是很突出 但这个卡好就好在它特别能折腾 首先你能从640SP默认640SP开合成768SP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还能在大幅超频 超到1400多接近1500 折腾完之后 这个卡的性能甚至是可以提升50% 你想想看近几年的新闲卡里 还有哪张这么能玩的 我觉得光是拿来折腾这个过程都已经很有意思了 不过RX550并不是每一张都这么能折腾的 这个卡有两个版本 512SP的版本是非常差的 只有640SP的版本才能开合和超频 你要买的话一定要看清楚再买 除了RX550之外 这个750Ti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张卡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存饰量特别大 非常好买 并且这张卡的超频能力也还可以 Maxwell架构的显卡普遍潜力都是还不错的 750Ti也值得推荐 我们基本上是把这些老卡的性价比分析了一遍了 接下来就实际跑一些主流游戏了 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你玩的游戏大概需要什么卡才能跑动了 为了和在座各位手上的PC接轨呢? 我们这次测试平台也实际一点 用了一颗i5-10600K的CPU配上3200内存 没有用很花哨的旗舰平台 首先一上来我们先来跑跑看Lualu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Lualu居然跟显卡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拿出750Ti跑的帧数是和150Super差不多的 这个游戏的瓶颈完全就在CPU上 所以你看到这个笔记本的XE核弦就算GPU再强 还是打不过台式机的任何一套配置的 不过也无所谓了 Lualu这个游戏在座各位就没有玩不动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游戏CSGO CSGO对显卡的要求其实也不是很高 1080P最低特效 咱们的千元组基本都能跑到400帧 像960这样的主流卡也能跑到340帧 750Ti这个级别的显卡也能跑到200帧出头了 基本都能满足高刷的需要 我们也试了一下最高特效 有一说一玩CSGO好像没有人会玩最高特效 但是我还是测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相比最低特效掉个100来帧 参测的这些显卡基本都没什么压力 接着我们玩了一下Dota 2 除了UHD 630以外所有的显卡都能跑上100帧 如果你想跑到200帧的话 可以选择960这个级别的显卡 再强的显卡基本就没啥区别了 那么想要特效全开接近200帧的话 这个就需要1060级别了 但是总的来说 Dota 2也不是一个很吃显卡的游戏 主流的参测显卡都可以跑得很顺利了 那接下来这个游戏要求就比较高了 Apex Legends 这个是目前非常火的大逃杀游戏 虽然是起源引擎做的 但是这个优化看起来好像不算特别好 1080P最低化之下 你至少也需要一张960才能保持60帧 哪怕你用的是1060 最低特效你也是跑不到144的电竞帧率的 不过这个游戏似乎对于图灵新架构的显卡特别优好 1650Super比1060强了一大截 如果我们要特效全开的话 那么1650Super也可以接近100帧 但是老显卡表现就比较惨了 要想保持全特效60帧的话 至少需要一张1060才行 看来相比其他电竞网游 Apex的要求确实还算是蛮高的 如果你玩的是守望先锋的话 那么很幸运 OW的配置要求还挺低的 我们测下来低特效只需要760这个级别的显卡 就能满足144的电竞帧率了 如果要求再低点的话 就连1030这种电子垃圾都能跑到87帧 这个游戏低特效确实毫无压力 那么如果要开最高特效的话 守望先锋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960以上才能勉强跑到60帧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并没有必要开最高特效 因为低特效的观感其实并不差 特效还没那么花 对你上分来说可能反而是有帮助的吧 另一个FPS游戏 彩虹6号围攻的优化也还可以 最低特效1060可以跑到180帧以上 960也可以跑到120帧以上 就算你用750Ti级别 一样可以跑全程60帧没有问题 然后彩6的最高特效 其实和最低特效的压力没有差很多 帧数会稍微低一点吧 但1060级别也可以跑到120帧以上了 接着咱们来看看吃鸡 吃鸡这曾经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游戏 优化奇差的 但是在Epic的帮助下 蓝洞慢慢终于明白了怎么用好虚幻引擎了 现在的吃鸡优化其实还可以了 最低画质1060级别就已经可以满足165的电竞帧率了 960可以跑到100帧 就算你用750Ti这种卡也能勉强跑到60帧 基本上是一台新一点的电脑应该都能玩得动吃鸡了 如果要开最高特效的话压力会稍微大一点 但也还行吧 1060可以跑到94帧 考虑到这个游戏以前是个什么鸟样 我觉得现在这个优化已经非常满意了 除了这种电竞游戏之外 其他还有一些比较火的游戏 像我们也测了一下GTA5 如果你只是开普通画质的话 其实压力非常小 就连1030这种废物都能跑到100帧以上 但如果你开到高画质4倍抗拒尺的话 那么GTA5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哪怕1060也只能勉强强达到60帧 我觉得GTA5这个游戏真的是 不同的画面设定对性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你要说能玩的话 其实什么配置都能玩 低端配置也是没什么压力 这就是一个门槛特别低但是上限特别高的游戏 另一个玩的人非常多的游戏就是原神 其实PC端的原神优化还算不错 你PC上就算是开到低特效 画面效果也还可以 甚至比手机上全开都要好了 但这个时候显卡的压力其实并不大 就算你用750Ti稍微超超频也能跑上60帧了 这个要求其实已经挺低的了 如果你是想要特效全开玩原神的话 那么跑到60帧至少需要一张7970 1060这个级别玩这个游戏应该是毫无压力的 甚至可以挑战一下2K分辨率了 最后压轴登场的选手当然是显卡杀手赛布朋克2077了 这个玩意儿理应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没啥关系的 但是这帮老显卡前面跑下来这么顺利 帧数都这么高 不把他们虐一下我可不高兴 果然2077名不虚传 就连720P低特效都需要用970以上才能跑到60帧 这个960已经不是特别流畅了 1080P的低特效甚至连1060都没法满足 新架构的1650Super才能全程保持60帧以上 这个压力确实不是一般显卡能承受得了的 不过我觉得各位买这种过渡卡应该也不是为了跑2077的吧 最后除了玩游戏之外 看片可能是买量机卡的同学最大的诉求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了 一个是硬解能力 一个是视频输出能力 我统计了一下这些老显卡的硬解能力 A卡的表现好像都挺烂的 一直要到RX480后才能支持硬解HEVC4K VP9更是要5700XT才能支持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B站或者油管上看我们的4K视频 要是用的是像R9380这样的老A卡 可能会很蛋疼啊 N卡这边6系开普勒的N卡已经可以支持HEVC4K的硬解了 但如果要看10bit的话至少得是960后推出的N卡 970反而不支持 你要是经常看HDR片子的话 这个你得注意一下 解码能力里面最让人惊喜的居然是GT1030 没想到这个电子垃圾居然是个高清神卡 8K 10bit的硬解都能做 对于只看片不打游戏的同学来说倒是真的不错 除此之外要是接4K电视看片的话 你的显卡至少得有HDMI2.0接口才行吧 不然你都没法输出4K6并的信号 毕竟电视机又不支持DP嘛 所以我也稍微统计了一下 A卡这边我们参测的几乎是全金覆没了 就连Nano也就是Fury这一代都不支持HDMI2.0 只有新一点的像RX550和RX560这些才能支持 N卡这边也是要从9系开始才支持HDMI2.0的 之前的卡连接电视可能就要通过转接的方式来实现了 好了 今天我们好好分享了一下二手老显卡亮机卡的选购指南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对你们有用吧 你还不赶紧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对吧 接下来还有好戏等着给你们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